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我们叫做接受 注意这一个我觉得是这个模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啥意思 就是你不要和你自己的情绪顶牛 你去接受它 要不然你会人格分裂的 你想想你这个情绪上你自己压制 硬完压你不是你相当于两个人在那顶 你不是人格分裂了吗 第三个你要去分析 接受了之后你去分析 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情绪呢 第四步再去调整 为啥呢 因为你只有知道了你情绪的这个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你挖出来那个根 你才能更好地去调整 所以我们说有四个步骤 aware accept 然后analyze 还有adjust 四个步骤来去帮助你完成你自己情绪的一个调整 第一个 首先你要学会去识别你的情绪 怎么去识别自己的情绪呢 这个很有意思 我看了很多书 我发现其实识别你自己的一个情绪很重要的 只需要这么几个简单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 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 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 很多你身边的朋友都会跟你讲 有一种方法 深呼吸 深呼吸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为啥呢 因为深呼吸 第一可以降低你的心率 第二可以给你的大脑供养 帮你启动你的理性脑 所以深呼吸 第二呢 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信号点 啥意思 就是你在有情绪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体是有变化的 比如说有的人 他情绪上来的时候呢 他会怎么样 他会这个不自觉的去握拳 或者有的人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呢 他这个手上会出汗 我曾经呢就辅导过这么一个管理者 他呢 他就是给自己找到了他身上的 就这个信号点呢 你要自己找 你比如说有的人呢 他就能够发现他自己的手心出汗 当手心出汗的时候 就说明他开始有情绪了 所以你呢 回去以后啊 你要想一想 哎 你的情绪信号点是什么 你比如说 我的情绪信号点 就是我如果说 想要发飙的时候啊 我有一个不自觉的动作 我会握拳 所以我就开始就是 当我情绪上来的时候 我会观察 我是不是握拳了 如果我握拳了 哎呦 我这个情绪信号点 我就观察到了 好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问我自己 我现在是不是有情绪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情绪信号点 通过这个信号点来去判断你的情绪状态 这是第一步 你比如说 有的人 他在有情绪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不自觉的摸脖子 这就是一个情绪信号点 有的人呢 会摸鼻子 这个也可以哈 第二步 就是叫做事后观察 因为这个事后观察呢 它比较复杂 所以在这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工具 同时提供了完整的案例 我可以教你怎么样去做事后观察 因为这呢 实在是因为时间原因展不开了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书来去看 那么第二 就是你要去接受你的情绪 为什么你要去接受你的情绪 而不是跟你的情绪对抗呢 我研究了一个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叫丹尼尔维格纳 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白熊实验 他找了一批大学生 就跟这些大学生讲 说接下来的15分钟 你脑子里边想什么都可以 你就不要想这个白熊 结果呢 这15分钟 之后 他呢就开始问这些学生啊 说 这15分钟 你有没有没想白熊 结果 基本上 所有的人都 都 说 我都想到白熊 后来呢 这个丹尼尔呢 他就去研究了 说这个人呢 为什么就是 你越不想一个事 你去越想到一个事呢 他发现了 咱们人的大脑当中啊 有一种机制 叫做监控和控制机制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举个例子 假设 你去超市 你最近在减肥啊 你去超市买东西 你说给自己规定了 不能买薯片 不能买巧克力 是吧 好 就这两个 好 可是你会发现啊 这个监控的这个体系 就开始启动了 当你把这两个概念 植入到你大脑里边的时候 只要这个环境当中 一出现这个薯片 一出现这个巧克力 你的大脑就不停地 在那儿报警 说啊 这个巧克力在那儿 这个薯片在那儿 所以你越不想这个 你会反而就 那个东西会越提醒你 所以这也是我们 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自己的情绪 你越想压你的情绪 你越压不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维克纳老师呢 他就讲了 他说啊 其实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很简单 啥意思 就是你去接受它 啥意思 就是情绪来了就来了呗 很正常 人嘛都是情绪动物 是不是 七情六欲嘛 都容易产生情绪 所以这块很简单 就当你观察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你只需要告诉你自己 哎 我现在是有点情绪 但这很正常 人都有情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 不要去压制啊 你不要说哎呀 我现在有情绪了 不行 我不能有情绪 我要压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越压 你的情绪 让它越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需要接受 有情绪 那就有了呗 是吧 这就跟打太极一样 是吧 你不要跟你自己顶牛 是吧 当你那个情绪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你把它接过来 接受过来 慢慢的去化解 所以接受你的情绪很重要 接受你的情绪之后 第三步 你就开始分析你的情绪了 哎呀 我现在是有情绪了 但是 是哪些想法 让我产生了情绪呢 你要去分析出来 因为你只有挖到 这个情绪背后的想法 你才能去调整你的想法 调整情绪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呢 又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叫做reactive 第二种叫proactive reactive有啥意思呢 我们叫做被动式 被动式是啥意思 你的情绪是咋来的 你的情绪是被别人激发的 是吧 比如对方跟你拍桌子了 这个时候你就hold不住了 是吧 你也想跟对方拍桌子 就叫被动式 因为你是被对方激发出来的 第二种是叫做主动式 主动式是啥意思 就是别人没激你 是你自己蹚一下那火就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是被动式和主动式两种 那么被动式就很简单了 你情绪产生的原因 就是被对方给激发出来 对吧 那么关键是这个主动式 主动式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因为被动式你是能观察到的 主动式往往是无形的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去激发你 是你自己激发你自己 所以往往你可能就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重点讲讲主动式 主动式怎么样去分析 第一 首先你通过aware 通过自我观察 你识别出来自己的情绪表现 你比如说你最近 整天嗨声叹气的 整天萎靡不振的 好 这个时候你先识别出自己的情绪 我最近情绪很消极 第二 再回到定位到场景当中 你看我最近为什么工作这么消极呢 往回想 一想 想到了 最近老板让我加班很多 是吧 经常熬到晚上两三点 不让我回去 是吧 好 在这种情况下定位到场景了 那么定位到场景以后 这个场景让我产生了什么想法呢 好 你就挖到你背后的想法了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这样 你比如说我的情绪是什么样的 好 直接挖到这个想法 这个也都没问题 那么关键是你要挖到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是你的想法 引起你的情绪 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发现导致自己陷入消极情绪状态的 往往有这么五种 有五种 不自觉当中就在影响你陷入到情绪状态的 你的不好的想法 第一种想法叫做起人忧天 啥意思 就一遇到点困难 你就觉得 哎呀 哇塞 这事我可搞不定了 这事肯定解决不了 我解决不了这事 老板就会对我怎么样 那我就得怎么样 我就得再找下架 所以在我辅导过的同学当中 程程就有一个同学 就是属于这种起人忧天型 啥意思呢 就他在 基本上他在每一家公司都干不到一年 他就会跳槽 然后我就去利用这个链条 我去帮他分析 为什么他会跳槽呢 你会发现起人忧天的想法 在这开始做怪了 你想谁去了一家公司 不遇到点困难 你得适应吧 对不对 一遇到困难 这兄弟就开始想了 哎呀 你看这 这还没过适用期呢 我就遇到这种事了 哎呦 我这肯定搞不定啊 我搞不定 这老板就得让我走啊 老板让我走 还不如我自己先走了 所以你看 就这种起人忧天的想法 就会给他带来消极的情绪 这种消极的情绪呢 又让他开始采取消极的行动 所以他这些 每家公司都在不了一年 哗哗哗哗就跳了 而且这种 这种频繁的程度 越来越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呢 首先你要注意 你要挖出来自己这个根 为什么你会产生这个情绪呢 就是因为你可能起人忧天的想法导致你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同学跳槽 都是因为这个 但这个是其中一种 让你消极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第二 就是我们叫做非黑即白的想法 啥意思 就是你对人和事的判断呢 就两种 就是好或者坏 尤其是在人际沟通当中 你用好人和坏人去定义一个你的同事 你会导致 你会发现你跟这个同事的关系 你会把他折磨封掉的 你相信吗 假设这个同事帮了你一个忙 你就把他当成啥的 恩人了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哇塞 你对他就好得跟啥似的 好 假设有一天 他在某个会议上 或者在工作里边没帮你 或者甚至反对了你 好 你呢 又会把他画到这个坏人这边 你对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 你可能就是吧 你一看着他就不跟他说话了 甚至可能你也故意找点茬去反对他 所以这个同事呢 就会被你折磨的要封掉 啥意思 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态度呢 就是180度是吧 要么好 要么坏 哇塞 你这时间长了 你同事肯定受不了 他跟你关系好不了 为啥呢 因为你一个人 这个行为反应和情绪反应太波动了 好 这第二种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界定为好和坏 其实还有很多的是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 这个人也是一样 他不一定就是好人 他也不一定是坏人 他可能就是跟咱们一样 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一般人而已 好 还有呢 第三种 就是你能有这种指责他人的倾向 啥意思 就一出点问题 你首先想到就是别人的责任 所以你对别人的总是看不惯 总是看着不顺眼 然后呢 你老生气 那生气以后呢 好 第一 你跟别人的关系很差 别人不帮你了 第二 你还要把自己给气好歹 所以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消极情绪的倾向 还有啥呢 第四种 以偏盖全 啥意思 就是你看到的只有问题的一个小部分 你就认为这个事整个就是这样了 这个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我是昨天才从上海授课回来 我们收集到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这是一个母亲 他们家孩子已经上大学 就是国外上大学 然后呢 正好 这个今年过年的时候呢 回来 回来要在国内做一个项目 就带了他的两个同学回来 其中有一个同学呢 是这个女同学 另外一个同学是个男同学 他们家在广州 这两个同学在广州都没有亲戚 所以呢 就刚回来的时候 那个只能是在他们家住两天 第一天呢 因为这个航班到的比较晚 他儿子呢 还挺懂事的 他们家呢 三居室 就把那个女生呢 就安排到一个房间 他父母在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呢 他跟这个男同学呢 因为确实快十二点了嘛 是吧 就不想折腾了 说我们就在 就在这个客房 就撤回一晚上 就一张大床 说我们两个人就在大床上睡 结果呢 他这母亲 就开始以偏概全了 啥意思 哎呦 我们家这孩子 出国接受了几年教育 这个 兴趣也改变了 是不是对女孩子 已经不感兴趣了 就是那男的 是不是他的好基友啊 就那天晚上 就产生了各种各样想法 甚至觉得有点 哎呀 对不起他这个爷爷奶奶啊 对不起他的姥姥姥爷啊 就想了很多 就搞得自己一晚上没睡着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 就赶紧急急忙忙去问他 老儿子 你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他说 我不是昨天晚上 你们上了年龄了 上了岁数了 不是不想让你们折腾吗 我们今天是吧 我们俩人 我就睡客厅 让他就睡了 好 这才算是把这事解决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 如果你以偏概全的话 你会发现啊 你真是把自己给 能逼疯了 好 还有就是最后一种啊 我们称之为叫做 蛮横的应该啊 就你你总觉得 别人就应该那样 就应该这样啊 这个呢 其实在这个 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 特别常见啊 是吧 尤其我想各位男同学 可能有这个感受 是吧 你的那个女 就是你的女朋友啊 经常用这种 是吧 你应该这样是吧 我是女孩子 你就应该对我这样 你就应该对我那样 是吧 来去要求你 是吧 第一呢 他把你逼疯了 第二呢 他快把他自己也逼疯了 为啥呢 因为你只要没有达到 他的这个标准 他就觉得怎么着了 你好像不喜欢他 他就开始对你生气 他就用更严格的标准 去要求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你们俩这种恋爱当中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 美好的回忆 全部都是这种要求 与被要求 是吧 把双方都快逼疯 那种状态 都让双方陷入了这种 不太好的情绪状态 所以我们说啊 这五类隐形的杀手 是引起你这种消极情绪 背后的这个元凶 你要识别出来 怎么识别呢 就以后当你要 有情绪的时候 你就从这五个方面想一想 哎呦 你看我最近是不是 我是不是又开始 以偏盖全了 我是不是又这个 起人优天了 你要想到 挖到背后的 这个想法 这个源头 那么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去分析呢 你这个时候 你要问自己一句话 最近是哪些事 让我产生了 这样的一些情绪的现状 哪些想法 激发了我现在这么消极 你要把那个想法定位到 看看有没有这五种当中的 一种或者几种 好 当你挖出了这个想法之后 你就该调整你的情绪了 那你怎么样去调整你的情绪呢 首先有一个大原则 我们要给大家给出来 你要从消极党 你要把自己调到积极党 就像开车一样 你不能老让自己 在一个消极的党位上 在那跑 是吧 你得把自己拉到积极的党位 你怎么才能把自己 拉到积极的党位呢 怎么拉呢 首先我们讲了 说你是因为消极的想法 所以带来了消极的情绪 那很简单 想改变你这种消极的情绪呢 你只需要把你消极的想法 切换为积极的想法 你就可以让自己进入到 积极的情绪状态 所以这是关键 让自己从消极的想法 到积极的想法 但注意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去分析出来 你是什么样的消极的想法 这是我们刚才前一个步骤要做的